今天年初一副总统吴敦毅回到南投草屯的老家 那么事实上他这几年都会到雷藏寺来拜拜 今年也不例外的 我们看到师尊连生活佛主持了祈福法会 他还对吴敦毅副总统说 他看到了雄鹰飞翔是一个好预兆 也给杨年一个鼠字 代表台湾已经是出现了曙光 大年初一阳光普照 副总统吴敦毅回到故乡南投 特地绕到雷藏寺走春 祈求国泰明安也向师尊连生活佛拜个年 两人互贞礼物互道恭喜 师尊还说了这段令人玩味的话 这个雄鹰在这个室的上方一直在旁边 老鹰这个出现 而且是攀鼓的雄鹰 这个表示呢 那个顾总统应该更上一层楼 自立行间带着好预兆 说到局势去年打了40分 今年不止分数增加 用的代表自示术 曙光乍现希望连连 我打的这个分数是60分 曙光的时候表现是说 已经看到的这个光明已经出现 信众们聚集一起 带着虔诚的心来领受师尊的灌顶赐福 也因为去年天灾人祸不断 为了替信徒们消灾结恶 还准备护士尊服发给大家 明日新闻黄信如南投报导